請就這樣 常常一時鳴笛聲 經典的泰魯格馬拉松開跑 跑者們大步向前 不過沿途卻看到 有人手拿紙杯就往山泉水街去 跑者多成幾杯來喝 因為再往前恐怕會面臨沒水喝的情形 花蓮泰魯格峽谷馬拉松四日舉行 吸引上萬人參與 不過賽事卻發生缺水窘境 只能就地接山泉水來喝 跑者抱怨連連 大家就沉路就一直罵一直罵 真的到後面然後有看到山泉水 然後大家就已經忍不住了 然後去接山泉水喝這樣 原來主辦單位不提供一次性水杯 以及瓶裝水 跑者是用環保杯沿路補水 不過補給站大排長龍 還面臨大缺水 主辦單位給出解釋 跑者把那個水龍口打開 後面就沒有關 倒成水的渴水力快關 今年賽事天氣炎熱 未能及時補充水箱 更傳出有跑者客難接了山泉水喝 回家竟然腹泻 讓多數人痛批 一擊的賽道風景 三流的賽事規劃 想害人熱衰結嗎 主辦單位坦承舒適 平擊水不過是我們評估錯誤 跑者道成的困擾 卻是我們大會的疏忽 我們也承認錯誤 跑跑活動變成野外求生 邊跑邊想辦法補給的經驗 跑者一肚子火 心裡的陰影 不知道會不會 期待明天再見 記者就叫郭威瑄 歡迎在臺坊報道